是那個風流一聲敲物事 還是媽媽再愛我一次 哥哥別這樣 對院長總從後門來 霸氣總裁來敲門 然後這個郵差怎麼按錯鈴 有沒有 大家晚安啊晚上好 今天一樣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乾爹們 來在我的右手邊 應該你們左手邊聖帕斯又來了 聖帕斯強化考爾 一年保護終身服務 再來就是車工車業 這不用多講了好不好 這個之後我們的影片會很常出現 因為我已經跟車工的阿吉談好了 以後我車子裡面的避震器就是交由他來處理 然後這個我的衣服 COTA這邊 順便有沒有 演示一下我的斜方肌 這個衣服可以完美的將我的身型 包含斜方肌都展現出來 有沒有 還有我的二頭肌 三頭 胸肌 這個料子很好 我有問過他 COTA的老闆跟我還不錯 然後他常常提供我們一些服裝 那包含我們冬季服裝 是一件橘紅色的外套 如果這個觀眾朋友來過我們這裡有沒有 就會看過那個橘紅色外套 那現在夏天了 他就提供我們這種 西施排汗 那他送來的時候 我有詢問過他 我說你這個是台灣做的嗎 他說對 是台灣做好 OK 我跟你講別想虎得過我 你是台灣做 那請問一下這個布料是不是在大路徑的 不是 他說連布料都是台灣的 那我就OK 沒問題 那小師來幫你推廣一下 好不好 這個COTA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本身做了很多游泳相關的一些產品 常常也提供一些小朋友啊 學校游泳校隊啊等等的對付啊等等 我覺得還不錯好不好 這個支持一下 我順便回復一下好了 我本來想要拍影片回復的 不過有看到這個影片呢 也可以聽一下啦 就是很多人在反應說那個 CAMERY旅行車買太貴 可是其實我是覺得 這個東西本來就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嘛 對不對 我自己本身我是覺得 他值這個價錢我才買的 那當然其實我想到也有人在上面留言說 欸你把合約書拿出來看啊 可是我覺得很好笑 今天我就算把合約書拿出來 你會說啊幹你那寫假的啦 你那亂寫的啦 對不對 好啦我們先與其不論這個12萬是真的假的 然後你認為我買3萬也好買2萬也好 還是他媽的車主送我的都沒有關係 我覺得那都不是重點 然後重點在於說 其實我們本來 我們在估車的時候常常就遇到這個狀況 好就是客人說 喔我在外面就估多少錢啊 我想要賣多少錢 好那只是說 就這個狀況跟大家分享 再來一個 今天就算這台車我是粉絲送我的 一毛錢他都沒拿 不管我怎樣我整理完 假設有一天我想要賣十幾萬 那也是我的事情 對不對 那當然覺得沒有那個價值的人 就不會來跟我買 喔其實我覺得這很單純嘛 啊我賣不掉我就是放著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去證明那些東西 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他想要講你的話 就算你拿出來還是說你是假的 對不對 不然你找車主出來 啊你們罵成這樣哪個車主敢出來 哈哪個車主敢出來證明 呵呵呵呵呵 是不是 買賣東西本來就緣分而已啊 然後一定說 一定是什麼樣 或是一定我要賣多少錢 像我粉絲業 我常常PO車出來 有人就會在下面留 喔好貴喔 怎麼那麼貴 喔這車好保值喔 超保值的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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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可是問題是 三天就賣掉 五天就賣掉 那貴是你在講的嘛 就像人家柏言說的啊 吹要三千 有人覺得吹三千很貴啊 有人覺得吹三千很便宜啊 對不對 對這怎麼講 那我會覺得說 看是誰吹啊 呵呵呵呵呵呵 喔好不好 等級不一樣嘛 感覺不一樣嘛 對不對 你跟我說八千來都要拉到我們要動耶 對不對 不重要啊 是順便這個大家會來看直播嘛 那我們在直播上簡單的這個回應一下 齁 06到12的IS250要注意什麼齁 注意環保材質啊 然後底盤啊 因為他底盤的那個拉桿很多 所以你要注意底盤 Keycock叫的話 一支一千塊 我跟你講八支就八千塊了 好那當然里程數不要太多 因為他老了有這個引擎有吃雞油的問題 鄰居有在小師哥買車很推薦 喔啊讚 你看我們這樣乖乖的做對不對 就會有人幫我們推薦 我們不要做壞事就好了好不好 齁 2018年手排得利卡禁止狀態 有時候離合器踩到底卻掛不進一檔 要再踩一次離合器才掛進去 有時候會這樣啊 手排的車齁 新車就有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個抑壓沒有建立完全 所以要放掉再重新釋放 要重新踩一次 有時候可能因為你快速的踩放 他那個壓力還沒有足夠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入檔 我在我的新車那台SWIFT上面也遇過這個事情 好所以那個不用擔心 從踩就好那不是什麼大的問題 然後油電車二手市場還有保養的看法 來喔目前我對油電車是這樣 我覺得油電車真的是蠻省的 目前看起來尤其我只能講 只有一個廠牌的油電車是省的 可能就是TOYOTA跟LESS的時候 那為什麼我會講這兩個廠牌 因為我認為他在油電這個部分琢磨最久 深耕最久 甚至他已經把他的電池的價格cost down下來了 他把這個技術已經把它普遍化了 那加上呢外廠也有一些外面的廠家也都已經知道 該怎麼去保養跟維修這個電池 那其他的我覺得因為電池的價格的問題 我覺得不見得會省 好不好所以油電車我是覺得 目前油電混合是我認為 比較符合現在使用需求還有趨勢 因為我也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 我本來想要買特斯拉 可是我覺得那個充電的問題我覺得很煩 那當然我知道很多車主有沒有 買到以後就會覺得說 我的車很讚耶 我這個特斯拉 我買啊很方便耶 我們到旁邊什麼公有的都有油啊 我去上班哪裡都有油可以充啊什麼 坦白說啦 人們本來就會相信自己選擇的東西 我覺得那很合情合理啊 可是事實上 當我們在旁觀者在看的時候 他可以充電的地方方便性 就是沒有加油站這麼多嘛 這是事實嘛對不對 可能在一些這個假日人潮多 擁擠的時候就是要排隊嘛 這也是事實嘛 好那你會說加油要排隊 問題是加油比較快啊 加油站比較多啊 好大概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覺得電車對我來講 目前我還不是會把它很列為考慮 包括我也曾經想要買我們這個購牌的摩托車 然後我又覺得說啊我買了摩托車 感覺好像產權不是我的 你懂我意思嗎 電池要用租的 我要復業租費 我有那台摩托車沒有電池沒有用 然後我要電池我就一定要跟你租 那我覺得很奇怪啊 我覺得我不算真正擁有這一台車子 好那也許別人感覺不一樣 也許大家有持不一樣的看法 那照我的感覺是這樣 所以我就放棄了買特斯拉 放棄了買夠夠囉 好其實就是這樣 我覺得要我買一台電動機車 我就是要回來你讓我家裡插著電就可以充 我覺得這才是合理的 我花了那麼多錢 好不管你買八萬買買十萬都沒關係 但是你讓我回家 我在公司 我插頭插著我就可以充電 這樣才是我買電車的初衷嘛對不對 我還去換電池 電池還不可以買的喔 買的還不可以買的喔 好很奇怪 好我現在其實我的部落格FP 其實沒有幾台車 大約二十多台而已啦 因為最近車 對啊在等路庫啊 那路庫真的有點慢 沒有我覺得賣的速度比我檢查測試整理的速度還要快 所以我根本就跟不上好 所以造成說現在大家會覺得 部落格粉絲業車子其實不多 外匯車大多便乳也很少米漿 我跟你講為什麼好不好 因為米漿很奇怪喔 我們台灣的海關不知道為什麼 米漿進來的關稅會比便乳高 我問了很多外進外匯車的朋友 沒人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他說就是這樣好不好 屌了吧 所以相較起來就比較不划算 所以大家都喜歡進便乳不喜歡進米漿 大概就這個意思 輕油電沒有啦 輕油電那個我覺得不算油電啦 輕油電他那個只是加一個大電池 在幫忙share一些東西而已 那個不算真正的油電車 我心目中第一名的汽車品牌 我心目中沒有第一名的汽車品牌 身為一個專業的二手車車商 不可以偏心 任何品牌都會有好車也會有爛車 這車真的真的真的 你比如說我賣福特 但是我就不賣福特Mondale 我就不賣 好那我賣B&W我賣bans 我就不賣S系列 我就不賣7系列 好其實我覺得這個倒不是說 我有沒有什麼偏好 其實真的是沒有 我還是要講一下剛剛網友問題 他說車禍對於車禍這個球場的問題 這個問題蠻常遇到的 我也講過蠻多次的 台灣齁 你只要一番事故 比如說你在停紅燈你屁股 車屁股被人家鋼了有沒有 然後通常好啊對方全賠 然後感覺就是我幫你修復就沒事了對不對 那其實台灣人很常忽略到當中折損的部分 因為你一台車原本是無事故泡水的車 你今天被他鋼了以後 雖然他幫你花錢 你不用花半毛錢 他幫你修復了 可是問題是你的車的殘值 因為這一次的碰撞而減少了 那通常台灣沒有人在球場這個東西 那我也坦白講 我有遇過球場成功的案例 但是真的很少 真的蠻少的 我遇到的啦好不好 我周邊遇到 大部分都是不去球場中間折損的部分 那我遇到平均我自己聽說的 十件裡面可能只有 大約兩件會成功而已 因為你要而且你會 耗費很多的時間 你可能要 跑到各大汽車工會 修理車的修車工會是不是 然後你要去開很多的證明書 去證明說你這一次的折損啊 會這個造成你的車有多少的折駕 這一次的碰撞 因為這一次的碰撞 然後你要提出很多證明 然後你可能就要收集資料 然後再去去告這個撞到你的人 然後經過一連串的這個法律上的訴訟 然後你還不一定有機會拿得到 好其實台灣大家都知道嘛 很多上了法院都是看法官的嘛 好簡單講 好文到時間 發文到零應 好我雖然這樣講不太好 好因為法院本來應該是要一個公平的地方 可是很無奈 其實有時候還是會有一點點的 嗯 依照自身的 法官自身的這個感受 在判案其實還是會有的 因為沒有陪審團制度嘛對不對 好這個就離我們的題目太遠了 好不好 反正你就是要去跑很多的工會 然後去證明開很多的證明 然後去證明說 因為這次的碰撞你的折損被 你的車價被折損 年底要被調派去台北 本身有一台代步車 但趁著想這次大概多買一部 大約20萬左右手排車 當作休價值方卡鏈手排 適合什麼樣的車款 20萬左右齁 來有幾個很好玩的 其實你可以往兩個面向發展齁 一個 因為其實20萬這個 這個 那個 預算你能買到手排車本身就不多了 那我覺得大概是買一些 比如說 八代喜美啊 或者是 不是 六代喜美 不好意思 手排的 比如說一些比較舊的 Golf三代啊 四代也買得到了 然後甚至這個 還有什麼車 206 206手排 Saxo手排 其實都買得到 而且假設你買一台六代喜美 應該十來萬來買應該很好買了 那剩下一些錢來整理這台喜美也非常夠 而且你還能體會到當初這個末代的 手排喜美 還有這個雙A倍VTEC這種 改裝的樂趣跟操控的樂趣 那我會比較建議說 那我會比較建議說 你如果真的想要當Funk Car 去享受那個開車的感覺跟 整理車改車的感覺 我會蠻建議可以買一台喜美的 那因為 20萬你要買一台手排05年左右的手排Focus 也買得到了 也買得到 那改裝品也很多 也是你可以選擇的這個項目之一啦 手排的Focus 我覺得也可以 那再來就剩下一些 比如說207也有手排的 207 可是我覺得 因為207的價格 他就會比較接近20萬 那我會覺得你身上沒有留一些錢回來做一些 整理啊玩樂啊改裝啊我覺得就會比較沒有意思 除非你想買來一台是完整的 人家都已經整理好的也可以啊 你就不需要再花時間你就只要開著它玩就好 2014年12月生產的車引擎蓋是2015年是也是2015年購買的 這樣車的年份算是14來15年算14年的 一般中午車商在沽車就是看你出廠日期 那當然有可能引擎蓋貼15的 他是2014的年末 在做2015年款式的車子 所以他會貼2015Model Year 那代表他生產的是明年的款式 但是如果車商在收的時候還是以2014來看 I10不是FUNCAR I10要買菜切啊 1G6我覺得有點太舊了 我覺得1G6就有點太舊了 C2的也可以 對C2也可以 可是C2也一樣 C2你可能回來 如果萬一你要修一些東西很容易就會爆預算 很容易爆預算 坦白說寶藤蓮花我倒覺得說 他玩起來沒有那麼好玩 寶藤蓮花因為他的 這個改裝品有 但是沒有洗美那麼多 然後他你要改一個底盤啊 比如說Lancer的EVO底盤 你要改一個EVO引擎你要花的錢會更多 所以我覺得他玩起來也沒那麼好玩 MX5手牌買不到啊 20萬耶 想買FIT但若買現行款的話 又擔心新款出來後現行款則就會高很多 請提供一些意見 其實我覺得買車是這樣啦 你如果說 說在擔心出新款 那你其實 你很難買得了車啦 我覺得買車是看需求 你現在就是有需求了 那這個我現在買了我現在就是用 那你要去等新款出來 又不知道是下半年度還是明年什麼時候 你不曉得 甚至他的定價你也不曉得 所以其實未來充滿了無 無知的未知的狀態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先 當然你不缺車你可以慢慢等慢慢看 不過也有人這樣齁 就這樣等了一年兩年三年都沒買車 那也很OK 那就代表你其實沒有迫切的需求 但是如果你很迫切的希望你的生活過得更好 然後你真的很需要一台車上面陪你跑來跑去 那其實我覺得買了就買了齁 我常講一件事情就是 只要你不賣就沒有折舊的問題 你現在FIT買了新款出了 你不賣跟你都沒關係嘛對不對 所以就不用去擔心這麼多 你就爽爽的用 對啊我不賣 我認為他在我心中值100萬 我不賣 你除非你出100萬我不賣 那你就最大 你就是最大 也不會有折舊的問題 最近想換車載小孩7個月有推薦了嗎 一樣齁 要看你的預算 然後你要怎麼載 哇60到80很多車可以選了啦 你很多啊 你比如說像現在空間表現 我覺得在一個 中小型房車等級的 我覺得像Focus就會很棒了 而且你60到80已經可以買到 要約莫一年左右的ST-Line 我覺得那個就很不錯 那當然你是屬於比較 這個 穩定保守一點的 你一些小型的 CX3啊 或者是HRV啊 你都可以買得到啊 其實那都是很主流的車款 那你如果覺得這些車都太大 你就買一台FIT其實最方便 好又省錢 那其實選擇很多啦 60到80如果站在中古車的立場超好選 你大概60到80的預算 你可以買到90到100萬 然後保固期內的這個 中古車 那你朝這個角度去看 你就知道 好新車定價約莫在90100 那你往二手車去找 一年車 好保固期內 你在60到80你就找到你的預算了 在你的預算內 絕對都會在保固期內 Focus跟喜美小事哥能說一下兩者操控性的差異嗎 我覺得Focus的 我覺得這是很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 喜美它操控起來是屬於比較輕巧的 它是比較輕巧的 它的轉彎的那種 呃 過彎的那個速度啊 那它是屬於說 讓你開起來覺得你的底盤很靈活 然後方向盤 轉到哪裡就覺得底盤會跟著很快 就 依照你想要去的地方去 那我覺得 Focus是比較偏歐洲的底盤喔 其實歐洲車跟日本車開起來 底盤的感覺不太一樣 可能我在IS200那個片子裡面 有稍微形容一下 那我 很難具體去說出差異在哪裡 那我自己覺得是說 我覺得歐 比較接近歐系的底盤是它的 讓你感覺你的底盤是比較穩重 比較紮實的 比較沉的 那日本的輕巧 零巧的底盤開起來是讓你覺得是輕的 是輕的 我覺得差異性就是在那個穩重感 就是那個穩重感 那當然你說 這個過彎的循跡性好不好啊 那可能牽涉到很多 包含它的 呃 底盤設定輪胎尺寸 跟它的 體積 軸距 其實那都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比較廣泛下去講的話 其實兩者底盤差異開起來 我覺得就是 有沒有一點點沉重的感覺 那通常啦 通常 歐洲車的底盤會顯得比較 硬朗一點 比較扎實一點的感覺 你會覺得說 你很像一個鐵塊 然後 然後 日本車所謂 喜美的那種操控好 是屬於那種 柔軟型的 精煉型的 它不是硬邦邦的 大概我 依照我腦中這個 少少的詞彙 能夠形容給你的 只有這樣而已 但是我倒覺得說 有機會 你把兩種車開過以後 你應該大概會 明白我想要表達的東西 那個 學儀說 有推薦烤氣場嗎 因為我們已經 這個精華要幫我減進去 好不好 我們其實已經很久不幫人家 介紹 修理廠 烤氣場 噴皮 還是說這個 整理大燈 不管任何廠商 我們目前 我們都不幫人家做推薦 好不好 因為這個發生過一些 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盡量現在 就不幫大家推薦這些 修理廠 好不好 Buck來鍛造 會比我原廠還要耐用嗎 那要看幫你施工廠家的技術了 正常應該是要比較耐用 那如果 要看你施工廠家的技術如何 技術好的話 理應 理應是要比較耐用的 好 拜拜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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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